今天真的很熱 外面真的好熱 大家願意播自己的時間來這個地方 跟同記憶分析 真的很感謝大家 我相信今天是快樂的心情 我們這裡18場 沒有一次有過動員 支援來了給自己掌聲好不好 這是我們第一次 參加公司的一個精彩活動 就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這是第二次 一個第四五次 就是公司有號召就行了 因為有鏡頭看共同的加入呢 破了我們所有的歷史紀錄 單單今天我們大概有 400個同伴一起參加 覺得其實海灘真的很髒 很多東西要仔細看 才會找到這些髒的東西 我們就要搭一隻鞋子 剛挖出來 我撿到泡面的袋子 未未A的泡面的袋子 然後很多的瓶瓶罐罐 然後還有很多的吸管 竿材拳好厲害 這今天的冠軍組在這裡 你看 1 2 3 這個辣豆子好鬼啦 對啊 好臭 人家說應該是那個 人家那種蓋的板布吧 但是還卸在裡面拔不出來 其實他們剛在鏡灘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直看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寶特皮 這麼多的一個玻璃瓶 今年累月之下 它就是會埋在那個沙子下面 那它是沒有辦法補掉的 那必須要就是 我們還要用那些 竹子啊木頭去把它敲開來 然後才能夠拿得出來 不要亂丟漏 因為點熱很辛苦 我覺得這個活動啊 可以帶給他們 生活上有不一樣的形式啦 所以我會把它就是推廣到家人 然後甚至就是 下一代小孩 每個人都可以做環保 那大家從自己開始 我覺得最容易的就是 大家去買飲料 就自己帶給人 一定要自己帶 這最簡單 然後其他就是盡量 可以帶好餐具啊等等 蠻多保利龍的 所以能夠降低這個食用是最重要的 以前可能想說 方便不用洗碗筷 然後就想用竹筷 然後但是我覺得這次回去 我應該會開始認真實施 就是用環保餐具 回去我會盡量降低塑膠的使用 應該會多增加回收環保的東西 因為真的太多塑膠 而且它沒有辦法被剪掉 以前可能都太漫不經心了 像現在就是對於東西 就真的該買就買 不該買就不用買 那真的用不到 可以捐就捐 可以送就送 不能送的話 就是真的要做好垃圾分類 跟垃圾處理這樣 我覺得垃圾產生是在所難面 真的大家要愛護自己的地球 愛護自己的環境 海洋要珍惜 真的要珍惜 一二三 不行啦 算了 我們從2018年開始 那我們總共清理了8噸的海費 另外其實我們發動了一個百萬濾行動 到今年7月已經有三十幾萬 我的濾行動就是隨時 我隨手關燈 隨手關水 走路 吃蔬食 從金控的角度裡面 我們2030年 希望能夠達到資深淨零碳排 2050年是全資產淨零碳排 希望我們的同仁 也號召我們的客戶 大家共同的用隨手可得 隨手能夠做的環保行動 為地球寄予奔心 Together a better life Yeah 中文字幕 習近平 達獲 最早兩選擇 大家 typing